我们在那个夜店认识的 然后那天是我的朋友生日 然后他问我 他走过来就问我说 你们要不要那个蛋糕 然后后来就他就去 托人买的那个蛋糕 但是蛋糕夜店又带不进来 所以他就拿那个便利商店 那种那叫什么 杯子蛋糕 杯子蛋糕一个一个的那个 就是拿给我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以为 他是我那个朋友的朋友 所以那天我们就在旁边 一直在聊天然后喝酒 然后然后他就跟我要LINE 我就给他了 小姐可以给你邀个LINE吗 可以 你扫我 隔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说 你是那个莎莎的朋友 然后他就问我说莎莎是谁这样 然后我们就啊 原来是我们误会 我误会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完全不认识 我那张拿一张名片给他 拿一张名片给你 小贼 这是我的名片不要拒绝 是这样子吗 要赖 那时候我很害羞啊 其实我一直想跟他联络 可是心中无限澎湃 可是却讲不出半点话 就又害羞又不好意思啊 对啊 毕竟遇到女神嘛 总是有点 你很浮夸 他第一印象会让人家觉得他很像流氓 很像 我朋友都也觉得他很像做兄弟的这样 生意人啊 就没有生意的头脑 我们现在企业化了 企业化了 什么叫企业化 企业化 见钟情啊 就觉得在 因为在夜店那个环境下 就有很多女生嘛 可能 几百个吧 然后一眼看过去啊 咦 就就就就就像 就很突兀啊 哪里突兀 可能是特别正吧 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厨房 手艺真的了不得 煮什么都好吃 我讲出来可能没到 他煮过东西没有难吃的啦 其实我以前一直都不相信 对啊 一见钟情啊 或是缘分啊 可是我觉得 遇见了之后 我觉得真的 还蛮不错的 好用啊 好用 什么东西啊 认识了一阵子 然后交往了两个月就 就怀孕了 实在是太突然的突然 很突然的 很弹得来 觉得都很合啊 都是火爆个性啊 对啊 现在改很多了 就是比较不耐烦 然后比较急性质 比较没有耐心啦 对 太急性质了 对 然后现在就是 我觉得有了小孩之后 他改变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 不是有了小孩啦 是有了你我改变很多啦 这是老大 老大 维棋 维棋 叫什么名字 维棋 老大 你叫什么名字 维棋 维棋 那你呢宝贝 维棋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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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棋 维棋 东班桥 东班棒 东班队舞队赶亮 能闻能闻小画家 婆婆可爱奇瓜瓜 年轻人 高 Barry 大姐 很喜好 好 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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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了一个蛮有勇气的再生第二个 是不小心又有第二个 不小心又有第二个 对然后直到 直到他今年问我说 我们该结婚了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又还没有跟我求婚 然后他就有计划了 计划了一场求婚这样 对他跟我求了 在船上 然后把我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叫来了 很感动 秘密的进行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 没有点预兆 他没有 在8月16号那一天 因为那个是安排那个船 去那个台北大稻城那个 租那个豪华游艇 然后我们大概50个人 我们就跟他朋友 我跟他朋友都是秘密联络 然后他完全都不知道 去那个大稻城那边逛街 然后去走走带小孩子去走走逛逛 然后他也都完全不知情 对 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就是 我就先去船上找他那些朋友 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 他是趁我先上厕所 然后还有草莓跟迷你 小姑陪着你 就我朋友陪着我 陪着他 然后去上厕所 然后帮我掩护好 我先去船上等他 因为我那天太宿罪了 所以我就傻傻就跟着上去 状况怪了 对完全状况怪 然后那天也蛮赶的 然后就被骗上车了 不是骗上船 然后他整个就吓一跳 那天求婚就有成功 就他就有经验到 对 就唯一第一次认识他这么久 算浪漫 最浪漫的一次 对 谢谢你然后这么 这么疼我 然后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 然后希望 给你很多很多的爱 对给我很多的爱 我怎么觉得有点委屈 满满的爱 我应该猜得到你想要说什么 可是不讲太那个 哈哈哈哈 因为我老公是一个信誉非常非常强的 每天都能满足我就好 对 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我 都是希望我每天都可以满足他 但是我做不到 哈哈哈哈 那我们我们登记完你还会跟现在一样吗 当然不会一样啊 一定是更好的啊 真的吗 当然啊 真的哦 嗯 人生就应该这么幸福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就 白头偕老 子子私手 啊 鱼子偕老 嗯 对 那看着小孩成长 我们以后老的时候 做阿公阿嬷带着孙子 好高处跑跑到 好高处跑跑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